今天阿鲜来到了一条非常热闹的街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听说 这里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叉烧店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吃叉烧之前 我们现在要来学一句的广东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广东话 其实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的传神 什么东西几乎都可以拿来讲 拿来骂人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块叉烧 不相信吗 也是天天卡 广东话是否有一句说 不知道说什么叉烧的留人家的留子女 是怎么说的 叉烧更好过生你的臭小孩 好像叫做叉烧更好过生你 干吗 生我好蝕你吗 那会生你不出 叉烧更好过生你 叉烧更好过生孩子 叉烧更好过生孩子 是呀 为什么讲叉烧更好过生你 应该说应该是没有用 叉烧可以吃到肚子 这个儿子不是很好 这些生牛叉烧更好 你知道这里有一间叉烧店很出名的吗 是吗 我知道那边有一间 叫什么名字 叉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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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鸡叉烧王 名鸡叉烧很出名的吗 很出名的 有什么特别 咬下去好像融了 咬下去比较多脆的 最重要有点爽口 爽口味道够 不管是生叉烧好还是生孩子好 我知道在这一条街 有一个人他这二十多年来 每一天都不间断地在生叉烧 所以我相信他肯定知道 你应该上叉烧好过生理了 请算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请维